大家好,我是杰一 欢迎来到静默的案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起 新加坡历史上最残忍的凶案 没有之一 这起凶案在当时 让很多见惯凶案的警察 都感到脊背发凉 头发炸弃 然而至今已经40多年过去了 此案依然是一桩无解于案 这就是新加坡亚农四童凶案 1979年1月6日清晨6点35分 牙龙八楼第58座的祖屋 陈庆才与李美英夫妇 遇网上一样早早的起来 用菜刀将两条刚买的鲜鱼替好您 打算中午给孩子们争着吃 这对新移民的小夫妇 有着四个孩子 一家六可 住在牙龙地区一个不大的年租房内 三个孩子在同一家 离家不远的小学念书 秦立则刚上幼稚园 在吻别了还在田梦中的四个孩子后 夫妇二人开着新买的小巴士出了门 这个小巴士 是陈庆才夫妇省吃俭用 很久才买下来的 陈庆才承接了一个小学的校车府 希望能够让四个孩子 尽快摆脱穷困的生活 校车跑得很快 半个小时后就抵达了目的地 丈夫守着校车 移民来到休息室 和网上一样拨电回家 叫四个孩子起床 可是电话铃响了好久 没有人接 他又尝试了一次 电话依然没有接通 李北英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 便拨打电话给邻居陈怡 拜托他敲门看看孩子怎么样了 两个小时以后 李北英接到陈怡的电话 陈怡说 他敲了很久的门 但是屋里面根本没有回应 窗户拉着窗帘 也看不清里面是什么情况 这下李北英立刻觉得大事不妙 马上请假赶回家中 上午十点 气喘吁吁的两个人回到家 用钥匙打开大门 里面是一片诡异的幽暗 整间房子静悄悄的 门口整齐地摆放着四个孩子的鞋子 难道他们还在屋内 李北英大喊了几下 空荡荡的房间 却静悄悄的无人回应 他越发觉得奇怪 李北英走向开关 准备打开电灯 路过浴室门的时候 他向里面瞥了一眼 门缝里恐怖的一幕 让他直接跪坐在了地上 直见四具尸体 被整齐地堆放在角落 满身失血 死状十分残烈 四个无辜送命的孩子 就是十岁的陈国平 八岁的国姓 六岁的国顺 和五岁的情侣 四个孩子穿着汗衫与短裤 每个人的头部 手脚与身体都有着严重的伤痰 几个小时前还活泼可爱的孩子 此时已经没有了气息 大儿子 陈国平的拳头紧紧地攥着 右臂则几乎断开 似乎是在和凶手搏斗时 被利刃斩断的 最小的妹妹 脸部几乎被毁弱 四个瘦弱的尸体 一距跌一距 厨房的一个水盆 揭满了血水 空气中弥漫着 让人作呕的血行为 整个现场像是人间炼狱 李美英给眼前的一幕 吓得魂飞魄散 几乎昏了过去 不由自主地哭喊起来 邻居闻声赶了过来 协助他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告后 很快抵达了现场 现场悲惨的情景 让最有经验的警员 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警员们在震惊之后 随即而来的是 遏制无助的愤怒 什么样的凶犯 可以对小孩 下次毒手呢 根据法医的初步验尸报告显示 四名可怜的孩童 身上每人最少中了20刀 死因都是失血型休克 死亡的时间 为早上6点至7点之间 如此重案 在一向治安良好的新加坡 十分罕见 当地警方不敢答应 马上封锁现场 展开了严密的现场 见证与调查 不放过屋内的一切证据 初步现场调查发现 屋子没有强行破门的迹象 铁门呢 与木门的锁头完好无损 屋内也没人翻搜的痕迹 客厅 睡房 厨房 与浴室 也没有暴力打斗 或激烈挣扎的迹象 四个小孩的书包还放在小桌上 另一张小桌 只是放着早上准备好的那两条尾鱼 一切似乎与李美音夫妇离开的时候一样 唯一的不同是 那把替玉林的菜刀不见了踪影 除此之外 凶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擒凶手法干净利落 不留痕迹 由于现场没有招贼破门的迹象 左邻右舍也没有听到一声 因此警方判断 凶手可能是陈家认识的熟人 用复制的钥匙开门入泪 然后把陈家四兄妹 逐一从睡梦中叫醒 带到厨房后面的浴室 一个借一个加以残杀 然后再清洗燃血的双手与凶器 以便销毁证据 一指纹 到底是谁和陈氏夫妇 有这么大的仇恨 要杀了这四个孩子呢 警方开始在附近的邻居间走访 经过严密的侦查 警方掌握了几条线索 一 住在案发现场后面的一名男子 在上午大概七点左右 看到案发房间的厨房组 有一个大人正在打一个小孩 他以为是父母管教小孩 因此没有多加留意 只是瞥了一眼 没有认真看清对方的样貌 二 一名出租车司机向警方报称 他在案发当天上午八点 路过离案发组屋不远的 牙龙巴鲁地96座组屋室 载了一个20岁的马来西亚青年 这名青年的左边身上带有血迹 口袋里露出刀把 整个人慌慌张张 神态疲倦 靠着出租车的门边大声喘气 他在劳民达街下了车 匆匆离去 警方随即根据这个线索 查问陈庆才 陈庆才依据司机的描绘 怀疑这个青年是住在同一组屋的熟人 这名男子呢 几乎每天上陈家借点 跟陈氏夫妇与四个小兄妹都很熟络 小孩还轻微地喊他叔叔 警方于是把侦查的目标 锁定在这名马来西亚男子的身上 严厉密集地盘问了他 但始终无法找到真凭实据 证明他在案发时曾经在现场出现过 警方磕留了他两个星期 还是苦于无法找到有利的证据 最后只好把他给放了 男子在出狱以后 很快搬了家 住在那一带的人都表示不知他的去向 此时呢 法医传来一条新的证据 让现场调查的警员们觉得困惑不已 法医在大儿子陈国平紧紧攥着的手中 找到了一缕头发 看其长度似乎是女人的 难道说凶手是一名女星吗 裁案发生的两个星期后 正是农历新年 每家每户都忙着过新年 到处是一片喜情牙扬的红色 但这个春节 对于刚失去四个孩子不久的陈家人来说 少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的家 陈家就只剩一片冷剂了 这个时候 一个立名的贺连卡寄到了陈家 这个卡片以汉字书写 语气充满了幸灾漏获的恶意 信件以陈氏夫妇的倪称阿财与阿英称呼两人 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恭喜你们 绝后了 新加坡警方认为 这明显是凶手写的信 因为陈氏夫妇 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后 已经做了绝育手术 知道这一点的人并不多 凶犯显然非常熟悉他们家的情况 证明了警方之前的推断 一定是熟人作案 在熟人圈中 陈氏夫妇究竟得罪了 哪一位不该得罪的人呢 警方立刻将卡片送给法医进行检验 希望能找到有用线索 警方立刻询问陈氏夫妇一家 是否有什么仇人 然而两人都可可声声说 从未得罪过人 过的是本本分分的生活 四名子女也很乖巧听话 人见人爱 陈氏夫妇所生活的牙农地区 因为地价十分便宜 在当时成为了 新加坡著名的红灯区 鱼农混杂 此外当地还聚集了很多流动人口 在这样的环境里进行排查 无异于大海捞针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时 一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 将陈氏夫妇的交际圈 全部整理了出来 悄悄地衰查了一遍 这次衰查 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陈氏夫妇有个亲友透露 夫妇二人曾经经营私人借债公司 当地俗称盈会 陈氏夫妇的盈会 由一名嗜好赌博的会友借债 却拒绝还清欠款 因此与陈氏夫妇发生了激烈争执 这导致了很多会友 纷纷向作为会投的陈氏夫追讨会 令夫妇俩不胜其反 生活受到干扰 警方依据所掌握的资料 查问了涉及云会的左宁右舍 后来追查到一名涉及陈氏家云会的毒棍 把他带回了警局内查问 最后发现 所谓的借款 不过是一千多新币 警方也没有从他身上找到任何与此案相关的证据 而且这名赌棍的头发在对比以后 和大儿子陈国平手中的头发也完全不匹配 这条由孩子拼命留下的线索又断了 此时唯一的突破口 就剩下那个凶手寄来的卡片了 法医的检查姗姗来迟 可惜的是 凶手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卡片上没有留下多余的信息 而当时的行政水平有限 警方对卡片来源的调查 并没有实质性的结果 尽管警方缩小的范围 继续排查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但他们依然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对象 新加坡警方倾尽全力侦办此案 前后传招了百来号人问话 想方释法透过各类渠道 从各种可能的角度 包括所掌握的资料 甚至各家报纸读者所提供的线索 他们都经过小心翼翼的分析 认真重复的查核 也无法找到证据来确定可疑的嫌犯 六年后的1985年10月16日 案件提呈上验尸亭延续 警方没有更多的突破 只能证实凶器士案发当时不见的一把菜刀 至于凶徒人数 杀人动机 行凶过程等等 查案人员侦查多年 仍然徒劳无功 类型还是无法查个水落石出 再说陈氏夫妇 他们在案发后 只要一看到陈校车的学生 便会想起那四个可爱的孩子 夫妇俩经常相拥对齐 陈静才更是无法专心开车 夫妇两人只好草草结束了校舌生意 到塑料工厂找了一份工作 努力克服类型的阴影与伤痛 三年以后 医民成功通过腹育手术 再次生下了一个难医 也许是因为害怕孩子在遭伤害 夫妻俩带着孩子搬了家 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过上了平定的生活 从案发到现在 已经过去四十年了 凶手依然逍遥把玩 凶手在无情地剥夺了四个孩子的性命后 甚至还恶意嘲笑受害者的家属 让死去的人无法安息 让活着的人无比痛 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愤怒的恶情